水煮肉片这道菜啊 你要是做好了啊 那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这小菜老好吃老下饭了 跟着我一起学制作吧 外焦里嫩老香了 刚从菜市场买了一块猪肉 咱们给它改刀 切成薄一点的片 留着备用 再准备一块清洗好的大头菜 把这大头菜啊 中间给它劈一刀 把这个根部咱们给它去掉 清洗干净之后 用手给它掰成小一点的块 咱们把这个猪肉啊 放在空碗中加点精盐 来点鸡精 少许的一匹鲜酱油 咱们给它腌制一下 加入点玉米淀粉 最后啊 咱们加入一个鸡蛋清 搅拌均匀 咱们放在一边留着备用 锅中烧油 油热之后 放点红干椒麻椒 咱们给它炸出香味来 再来点匹鲜豆瓣酱 小火炒出控油 放入清洗好的大头菜 刚下锅的时候 把这大头菜开大火翻炒 炒至断生 炒至断生之后 放在一个空碗中 咱们留着备用 锅中烧油 油烧热之后 放入红干尿段 咱们给它炸出香味来 加点匹鲜豆瓣酱 火锅底料 小火炒出红油以后 加入没过原料的清水 再来点精盐 味精鲜 咱们调个口 少许的一品鲜酱油 放入提前浆好的猪肉片 咱们小火煮一分钟 肉片煮熟之后 咱们全部给它捞出来 最后啊 上面加点麻椒 红干尿段 咱们再次用热油 给它炸出香味来 这小味儿 得儿就上来了 看看这小菜 有没有食欲 就这小菜 你要是做好了 保证你能吃 三碗大米饭 如果你也喜欢 这场菜 方便的话 给小怪点个双击 加关注吧 就是对准屏幕 点两下 对我的大胖脸蛋子 点两下 你看我都这么说了 你就点两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